各位法友,近多少年來,各地區的佛教族關係談的人爭奪了很多。 這可能是各地的善知識的提倡,也是各地方的國家族的善知識。 所以在台灣的地方打善知識的時候,有多少百人報名。 作禪這件事,或者說靜坐,或者說是禪禪。 在佛法裡面來說,是一種修行的事情。 這個修行這句話,如果再明白一點說呢,就是改善自己的思想。 我們人在世界上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不如意。 從佛法的立場來說呢,原因是在自己的內心,不是在外邊。 所以要能夠改善自己的思想,所有的問題也就完全解決了。 可是作禪這件事,當然我想各位也會讀過這些說明作禪的書。 可是在佛法裡面,在經論裡面看見,是介紹禪最圓滿的這本書。 就是《欲切實體論》這本書。《欲切實體論》是唐三藏法師到印度取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這是由印度翻譯過來的。 在我們中國的古德來說,就是《天台志》大師所講的《魔法子官》和《師禪波羅蜜》。 再加上一部就是《小子官僚》。 在我們初學作禪的人來說,《師禪波羅蜜》這部書應該讀。 《神本事經》都有一些共同點,就是開頭難,開頭不容易。 《神本事經》《師禪波羅蜜》。 P. 師禪波羅蜜》這年,我前往多少年聽到一個人說, P. 師禪波羅蜜。 大師禪波羅蜜《師禪波羅蜜》這個日本的陵波羅蜜、 他也是代加局,是很清楚, 他翻譯了很多長的書翻譯英文。 他翻譯了很多長的書翻譯英文。 歐美的人讀起來也很歡喜。 但是有一本他翻译的书 前面有一篇欧美人写的序 就上面有一句话是说 这个禅的十年王非常欢喜 但是我们多少年来 一字的不得其门而入 明白一点说就是没有下手 开头的时候怎么样用心呢 还是搞不清楚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天台自恶大使所讲的 十禅波罗密这本书应该读 就是他能告诉你下手 开头怎么样用心 怎么样盘怼做也都有介绍 都有说明 所以这本书是应该读 进一步就是魔法止观 魔法止观是深量一点 我们如果能读这些书 那么对于禅这件事情可以说毕业了 你自己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学习禅 也可以去教导别人 帮助别人学习禅调 如果这个书你没有读 那是不及格 现在这个菩提教会 各位居士 罗小斌居士 邀我来讲这个旨观的 这个修行的事情 我本人虽然也欢喜做 但是也没有毕业 但是请我了 我也就 我们有机会 就可以共同讨论聊天 这个我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就是舍摩陀的旨 和批波舍诺的观的大义 这个舍摩陀的旨 我先说一说 怎么叫做旨 第二段说到旨的次第 就是深浅的次第 第三段 旨所得的国 所得到的利益 做禅究竟得到什么好处呢 简单说一说这件事 这是这个旨 我这么介绍这三段 其次你就说到 比如什么观 这个观呢 我也先介绍 究竟怎么样观 然后就 也说到观的次第 也有深浅的次第 那么第三段 也说到 观所得到的国 我们这样修观 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所以我这几 这个旨观 各奔散解 这样解释 我不知道 此事件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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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现在先说这个 dealt 这个剂 第一種叫做細緣子 第二種是自信子 第三種就是體真子 叫什麼三類 這個細緣子這句話怎麼講呢 這個我們一般人沒有成就禪定的人 我們日常生活的習慣就是心裡面很多很多的妄想 想想這裡 想想哪裡 是很灑亂的 現在要把它調整一下 叫它不要亂 叫它安住在一個地方 不要動 這就是細緣子 這個安住在一個地方這句話呢 在我們中國的道教 它說到一手丹田 那麼這在佛法裡面說也就是細緣子 佛法也同意把這個心安住在丹田這個地方 這個安住這個地方是令它不動 這個可是也有些問題 就是年輕的女人可能有點問題 年輕的女人一手丹田可能不合適 但是也有人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自己可以試緣子 所以自己可以試緣子 如果不合適 應該變動一下 那麼我說是把這個心安住在一處 在這個經論裡面的話 你叫做所緣境 就是心所住的地點 所安住的地點 就像一個人 他有一個家 他要住在他的家裡面 你靜坐的時候 把這個心安住在一處 這個處 這個地點 這個所緣境 你預先要決定 我安住在什麼地方 這個 從那個據捨論上看 也就是印度的佛教 在阿漢經裡面也有提到 是一席為所緣境 你這個席做所緣境 這個席是什麼呢 這個席就是修席這個席 這個我們印呢 是一呼一息 我們從齊到鼻 就是呼出去 然後又鼻到齊又細進來 這一呼一息 有這樣的生理上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 這樣的現象當然是自然的 不是有意的 好 這個由這個肚氣到鼻 這個氣呼出去以後 呼呼呼呼呼呼呼了 但是也沒有氣 這時候有一個短的時間的休息 這叫做息 這個息叫做除息 除入地除 那麼這個除息 這個時間也不會不長 它就停下來了 就又會細進來 由鼻自欺 這個氣又會細進來 細進來以後呢 細細又不細了 可也沒有呼出去 又有一個息 這個叫做入息 這個叫做入息 所以我們一呼一息 有兩個息 一個是除息 一個是入息 這兩個息 所以啊 人與人還不是一樣的 這個 這個 通常說呢 我們這個壯年人呢 是相等的 這個除息 和入息 時間是相等的 但是老年人呢 它不相等 就是除息的時間比較長 入息的時間比較短 要是小孩子 小童子 他入息就比較長 除息反到短 但是也有的狀態 入息長 除息沒有那麼長 就是 爺爺爺爺的生理的情況 不一樣 但是你要是這樣靜坐 這樣修行的話 它也會變化 這個息的長短也會變化 不一樣 現在在經論上啊 佛佛告訴我們 靜坐的時候啊 這個心 要有一個住處 安住的地點 就是用息 做一個安住的地方 安住這個息啊 佛佛告訴我們兩個方法 經論上告訴我們兩個方法啊 來安住在息上 第一個方法就是計數 計數數目啊 這個 出息的時候 你數一 入息的時候數二 再出息的時候 數三 這樣子數到十 這樣數 也可以啊 數出息 不數入息 數入息 不數出息 也可以這樣做 倒過來數 也可以倒過來數 由十 九 八 七 六 這樣數到一 也可以倒過來數 這個 隨自己的一 這個 數能分巧 你要常常數的時候 你也可以變化 就是 數一 四 七 四個數啊 就數這三個 七數都不數 也可以這樣 這是因為 你稍有一點 啊 寂靜了 這個心呢 稍能夠寂靜下來 不是那麼樣的 浮動 那麼它就能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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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心呢 它會 很安靜地 就這樣子 啊 繼續下來 而 沒有 怎麼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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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初開始啊 靜坐 挑釁的人呢 妄想是很多的 不容易使人他不乱 是不容易的 但是能够相符一切妄想 使人这一年心不动 力量最大 方法最好的就是输 的确是有力量 也是有力量 但是也有的人 人数不来 一数就很紧张 气就喘起来了 就感觉到很辛苦 那么就这样子 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最好用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随 随顺的随 随住的随 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怎么样用呢 就是你盘腿坐下来以后 各方面都调好了 心静下来的时候 你舌头不要动 舌头不要动 你心里面说话 不要出声音 自洗涂 自洗涂 自洗入 自洗长 自洗短 说这两句话还可以 说四句话还可以 说这四句话 然后你就注意这个洗涂 长短 这样子 这样子他就不紧张 也会很舒服 但是其中也有一个问题 我们把心安下来 用这样的方法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力也在什么地方 我们注意力多数是在B端 注意力多数在这里 在这里啊 时间久了也有问题 时间久了会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感觉这耳朵不大灵光 耳朵不大灵 眼睛或者是红了 或者是脸面晒也容易红了 也就有可能有这个问题 当然你一天就静坐半小时 没问题 什么问题没有 要是你一天静坐两个钟头 四个钟头的话 五个钟头的话 就有问题 你就会感觉到有不对劲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个方法要调一下 要调整一下 要调整一下 调整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除入洗 这个这种情形 在这个腹部 这个肚子 肚子这里 或者说是棋 棋这个地 这个部位 它会有起落的现象 这个入洗的时候 这个肚子会膨胀起来 出洗的时候 这个肚子就落下来 有这个起落的现象 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 你静坐的时候 你这个注意力不要再鼻端 放在肚脐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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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丹志当时他说 你可以解开裤腰带 看一看自己的棋 看一看自己的棋 在你思念的地方 快带几个把这个棋的相貌取下来 在心里面住一顿棋 住一棋子里面一起遗落 这样子 你静坐多久 头脑都是清醒的 清明的 就不会有什么毛病出现 可以这样做 可以这样做 如果你的心情很平和 没有什么压力 应该这个方法是有效 但是又不一定 日常生活总是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的时候 有顺心有不顺心的事情 那么印象深刻了 静坐的时候就会 在心里面献出来 它就不能够安静 寄言不动 不能这样 那么就是心就是乱了 那怎么办呢 就是再加上一点事情 加上什么事情呢 就是坐下来的时候 现在是注意这个棋的起落 感觉到有一点呢 有妄想了 你这个注意力不能集中了 这个时候啊 你就加上一点事 什么事呢 你舍头不要动嘛 你心里面说一个除 或者不说除也可以 说入也可以 最好说除不说入 说入不说出 就是出息 入息的时候 你说出 入息的时候不要不要说 要不要动 或者不这样说 或者不这样 说起 这个腹肌轮在那里有起落嘛 这个一入息的时候 这个棋在那里膨胀起来 你说起 说个起字 或者你不愿意说起嘛 就说落 这个符字得落下来 你就说一个落字 这两个字 一个起一个落 最好说一个 不要说两个 那么这样子 你可加强你的注意力 注意力加强了 你这妄想就不容易进来 就会好一点 就会好一点 这是这个水洗 在句子论上说水洗 那是功夫深的 功夫深的人 这个洗能到脚趾头那里 我们这个入洗的时候 这个气能到脚趾头 而功夫深的人 全身毛孔都能呼吸的 自己都知道 我们没有功夫的人 不知道这件事 所以 那么暂时不必那样的学习 那么这是说 这个随地方法的运用 另外一件事 你净坐 开始净坐以前 你最少半小时 最好是一个钟头 你不要同意讲话 也不要同意通电话 也不要做什么 特别劳力的事情 最好是这样 如果你预先同意说话多 静坐的时候会受影响 可能做不好 那么这个尤其是打餐 参加打餐期的人 他会有一些经验 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静坐最好 就是打餐期的人 早晨起来就静坐 一直到晚间 他有这个经验 他会知道 而每一个人也不完全一样 但是从原代上说 就是精神最好的时候 静坐最好 精神最好是什么时候 就是饭后 早饭后 午饭以后 那几个小时内 静坐应该比较好 但是状态应该没有这个差别 那么常常着静坐的人 自己要知道这件事 还有一件事要注意 就是吃饭 吃饭吃菜 你要注意 我今天吃什么饭 吃生菜应该有记录 应该有记录 那么你这样记录下来 你这一天静坐的情况怎么样 你可以互相对照 久了 你就知道吃什么东西 对你静坐有帮助 你就知道 也是很有关系 这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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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所人静啊 一个是属的方法 一个是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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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两个方法 来安心 叫他不要乱 叫他明静而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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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方法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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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的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静坐的时候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们内心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境界 也应该知道 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 这个 我们不静坐的时候 没有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是杂乱的 精神 或者很旺盛 但是内心是杂乱的 那么 睡觉的时候 如果不做梦 那是什么也不知道 睡觉的时候 心里面没有妄想 不做梦就是没有妄想 但是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静坐的时候 要求自己 不能像睡觉 那个什么也不知道 那么 睡觉可以名字为昏 昏昏昧 那么 我们静坐的时候 要求内心是明了的 明而不昏 要求这样 我们不睡觉的时候 心里面杂乱 乱动 动乱 那么 我们静坐的时候 就要求内心呢 静而不乱 静而不动 这样说呢 就是静坐的时候 内心里面的境界 就是明静而住 明明了了的 又没有妄想 没有妄想 而又是明明了了的 要求内心是这样 假设 假设你坐了一会儿 忽然间敢讲 我江西干什么 不知道 那就是你打 你打咖啡了 那就是打咖啡了 没有静坐 静坐不是静坐了 所以这个 你要知道内心 那是明静而住 要求这样 所以俗也好 谁也好 心里面要明静而住 要这样 要这样子 要这样子 来控制这一念的心 要这样办 这个 这个 我知道 有好多位 学习这个 福地道次的广论 福地道次的广论 是什么头章 他是提倡以佛像 为所缘境的 观佛像 那也是很好 这个观佛像的 就是 在 《观佛三脉海经》上说的 是说 你可以 选 由自己去选 来自己满意的佛像 不管是 指画的目标 指名术名 不管什么佛像 你自己各地方去 去观察 你满意的佛像 你把佛像的 这个 这个 面貌的身形 完全取下来 就是 凭你的 记忆力 凭你的记忆力 把它取下来 就是 要站在佛像前面 可以站在那里 也可以坐在那里 就看这个佛像 看一会儿 被人家闭上看 然后再正在看 这样的提斯 你 你闭着眼睛 就像真正眼睛一样 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么就是把这个佛像的 像就取下来了 但是观佛像 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是白天 你静坐 观佛像 可能不发脚 有问题 要是夜间 要是不开灯的时候 你观佛像 你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观不到的 感觉是黑的 闭个眼睛 都是黑的 看不见佛像 但是 但是在我们的 这个 在预期十字论里面 告诉我们一个方法 要 要取这个明像 取这个灯 日月灯的光明的像 把这个光明像呢 也要取到心里面来 那么这样子 这样怎么样取法呢 最好是 天空里面没有云 日光变照的时候 但是你眼睛不要看太阳 往看这个虚空的光明 最好是在高山上比较好 空旷的地方 你卧在那个地上 面向上看这个天空 看一会儿 闭着眼睛 再闭着眼睛看 然后再睁着眼睛看 你这样子 把这个光明像取来 光明像取来 也不是有意思性 不过 记忆力强的也是可以 那么 取了这个光明像的时候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夜间不开灯 都没关系 你一闭着眼睛 就是光明 那么你就观想 在光明里面有一位佛 有一位佛像 在这里 那么这样子也是很好 也是很好 那么这样子 以佛像为所缘境 也是很殊胜 不过这个事情 你要真实这样修的时候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在这个 菩提大师的法论上 中和巴大师没有继续说问题 没继续说 那么在十六观经上的 释迦摩尼佛的 叫做观佛像的方法 一开始不观佛像 一开始观那个落日 它那有十六观 前面有几观 那么那里面呢 是什么意思呢 有前面落日观 乃至这个琉璃观 这个地观 这样的观呢 使用你的呀 这个摄瓦陀佛的这个定力 成就了多少 到最后啊 第八观是相观 第九观 第四观 在观这个阿弥陀佛像 观世音主之相 还有一个八次之相 在观 这里面有道理 一开始我们呢 心里面散乱 旧观不像 不过你也可以试验 人的善根不可思议 但是十六观上来 释迦摩尼佛 开示我们的方法呢 就是前面有个方便 前面有个方便呢 使用你有多少定力啊 然后再观佛像 比较好 那么就是以佛像 为所原定啊 那么这是 我的戏原子啊 就介绍到这里 第二呢 就是自心子 这个自心子啊 是怎么样学习呢 我们将才说这个啊 西原子啊 用这个喜做所原定 或者是以佛像 为所原定啊 这样子啊 学习 现在这个自心子啊 谁做所原定 是以心为所原定 而能源的还是心 能源的还是心 那么这样的修行方法啊 我感谢人啊 我感谢人啊 你先修啊 一微所原定 训练一个时期 然后修这个自心子 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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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 你啊 自己啊 一心关心 也是很妙的一件事 就感觉到很妙啊 我们呢 这个 以习为所原定 或者以佛像为所原定啊 这妄想来了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容易想哭 有的时候不容易想出的 来了你想要排 或者我眨念啊 停下来 停不下来 不容易 但是这个自心子不是 自心子 你心里面一观 所有的妄想都没有了 自念都没有了 它不能停在那里头 就自心子有这样的微妙 所以我说你先修以喜为所原定之后啊 练习 训练一个时期 再修自心子 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天才智大师在摸摸指观上面 他就是说以第六意识为所原定 以第六意识为所原定 当然这个啊 我们释迦牟尼佛在大波尔经上 一开头就说五运 射出显定词为所原定 所以这个所原定是各式各样的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啊 善根也不一样 耗药也不一样啊 可以自己啊 可以自己啊 来试验自己 看哪个比较合适啊 这样做 这是啊 自心子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提真子 这个提真子啊 这个系原子和自心子啊 我们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学习一点 比较容易 不是太难 但是这个提真子啊 不是那么容易 好 提真子就是你要学习佛法 你对佛法要学习一个事情 有了程度了 你才能够学这个提真子 这个 你比如说是你把信经啊 波尔波拉密多信经啊 你能背下来 你能把它的大意把握住 那么就可以学这个提真子了 就可以学这个提真子了 就可以学这个提真子 这句话实在来说呢 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皆苦乐的意思 是这样意思啊 舍不一空空无一若 舍不一世空空 即是受想行私已不如是 是如法公样不生不灭 不够荣经 不真不小 就是这样子叫做提真子 所以这个是啊 比较深一点 比较深一点 他智耳大师这样子解释你 这个由宣 唐山藏宣藏法师 由印度回到中国来 他翻译的这个 这个 尤其是这论 这个吴昭谷说的一些 集论 这个杂集论 的确有这种意思 是有这个提真子的意思 而智耳大师说这个提真子 是根据唯不解说的经历 并不是自己随便安理 那么这样子啊 是说我们静坐的人呢 学习这个自心子 学习这个细元子的 这样子修行啊 这样子修行啊 是出一步的 这个提真子 是进入这个 不是一般性的修行啊 这是高的境界 这个提真子 我到观的时候啊 再介绍啊 在这里不多说啊 这个现在啊 这第一段呢 我就介绍这个子 这样子 第二段呢 我现在说到这个 子的次第 子的次第啊 子的次第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样用功啊 学习这个子的时候啊 我江才说过 你一天就静坐半小时了 你很难有什么特别成就 一般的说是这样啊 那么你一天要静坐两个钟头 或者一天静坐八个钟头 它就会有变化 那么呢 就会由钱而胜了 这个功夫就来了 这个来了这个 按照这个次第啊 在这个预期史的论里面 有提到啊 就是我们同意 我想各位也会知道 在这个 科技大师的广问的 舍木托章也有提到啊 加上成都之道啊 尹森拉布什也有提到 就是九星柱 我简单说一下啊 第一个就是内柱 内柱等柱 安柱静柱 调顺寂静 醉极寂静 酸柱一曲等四 这个九个次第 这九次第第一个是内柱 这个内柱啊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常不静坐的 这个心是向外 不动 再说舍身相外 不动 再说舍身相外 不动 现在啊 学习残了啊 把这个心呢 收回来 收回到里面来 安住在水源境上 不动 那叫内柱 住在里面啊 住在水源境上 不要有这一切的杂念啊 不要有这一切的杂念啊 用这个收心的办法啊 把这个心安住下来 那么这样子啊 那叫做内柱 内柱第二个就叫做啊 等柱 这个等柱是什么意思呢 你一内柱了以后啊 并不是一秒钟就完了啊 一秒一秒钟 一分一分钟 乃至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相续下去 按住不动的 这叫做等柱 就是等是平等啊 前一年是按住不动 后一年也一样的按住不动 所以叫做等柱 那这是第二个等柱 第三个是按柱 这个按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没有成就定嘛 不可能够永久地住在那里啊 他一定有这些又跑了 跑到外边去了 跑到外边就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还是住在 安住在什么的境上 所以嘛 叫做安住 安住 静住 这个静住是什么意思呢 静这个字啊 远近的静啊 是一个亲近的意思 就是静住这个人呢 他 他的内心呢 他 静住的时候啊 心里面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啊 我这样静住 能够逐渐地能够得定 因为那个定的境界 逐渐地接近 逐渐地从他接近呢 心里面不要有其他的 是一个闸念 跑到外边去的 人善于外 不要大想做 这样他能长长地啊 安住在水人境上 能够得定 是这样意思 这个 这个 在玉切十字论上说 这个 我们静坐 使命他 不要有妄念 要什么方法呢 我们呢 安住在水人境上 叫他不要有妄念 怎么样办法呢 很多的学习静坐 都有同样的困难 就是妄想没办法调谷 但是这个 玉切十字论道说得很清楚 这个方法说得很清楚 就是 于水人境 硕硕意念 妄想就不来了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意念这个水人境 他就没有妄想 就是这样 他的方法就是这样 但你要静坐的时候 他说你肯这样做 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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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妄想 常意念这个水人境 把这个水人境的这个相貌 取下来 取下来 实实地在念它 它就没有妄想 这个方法说得非常好 但做起来就不容易 那么这就是这个 第四是进柱 内柱 等柱 安柱 进柱 第五是调顺 第六是调顺 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就是我们将来说 与所缘境 说说意念呢 就会没有妄想 是的 但是啊 问题还不容易解决 那么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呢 我们先要观察自己 反省自己 我们静坐的时候 都打什么妄想呢 心里面想什么事情呢 心里面想就是你日常的生活 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些妄想 就从你日常生活 所见闻觉知的这些境界 妄想就从这些境界来的 那么这样子来了的时候啊 妄想一来了 那么就不容易把它驱出去 那么怎么办法呢 就是调顺寂静 这个调顺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的妄想啊 就是舌声香味楚 这五欲的境界 从这里面来的妄想 第二呢 就是说出来男女 有这个男女这个妄想 还有这个贪、残、残 烦恼的妄想 那么从这十样事情来的妄想 来的妄想啊 在调顺这个时候呢 怎么办法呢 就是自己啊 静坐的时候 内心里面呢 观察啊 从这些地方来的妄想 你自己观察 这是自己 呵斥自己啊 这都是不对的 这是打我的仙差 障碍我的修行 使令我不得圣道 使令我在生死轮回里流转受苦 不要打这个妄想 第一就是死 这样的呵斋自己 呵斥自己 你常常那么呵斥呢 你这个艳的心强了啊 这妄想一来你厉害 就会叫我 慢慢的慢慢的 妄想就少了 那么这叫做调顺 这个寂静是指什么说的呢 这个调顺呢 是指我们呢 面对摄生相偉处男女 他能持这个境界 心里面有杂念 这个寂静是什么呢 是事情过去以后啊 内心里面有烦恼 事情已经过去了 内心还没过去 内心里面还在那里算 还在计算 还在不是单就是撑呢 但是种种的有疑惑心的 高慢心的 种种的问题 那么你也是 呵斥这些事情啊 这些事情啊 怎么样有什么过时 有什么罪过 耽误我用功修行等等的 也是这样呵斥它 这样一呵斥呢 这妄想的力量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不要了 在静静的时候 这妄想的力量就减少了 所以就调顺寂静啊 这两个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呵斥自己的意思 内住等住啊 禁住调顺寂静啊 最极寂静 到最极寂静的时候呢 经过了调顺寂静的时候啊 这个最极寂静 这时候静坐的情形啊 进不了 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妄想要来 还没现出来 要来的时候 你就发脚了 就把妄想灭了 就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呢 才开始小静坐的人呢 妄想了 老半天还不知道 老半天还不知道 那么在说 进不了的时候啊 就是他要一来 他没有正式限期 就知道了 那么就 这就表示你的功夫进不了 这样子啊 你的一坐一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啊 多数都是寂静的 没有什么妄想 那么这是一个 最极寂静 调顺寂静 最一 第八个是专注一曲 专注一曲 就是心里面专注一静 完全没有妄想的 一个你一坐坐八个钟头 一坐二十个钟头 都是明静而注的 就是完全没有妄想的 当然这是需要精进的 努力的去静坐 那么一天 我一天坐八个钟头 我今天坐八个钟头 明天坐八个钟头 天天静坐 时间久了 就会达到这个境界 一天坐两个钟头 很不幸 时间少还是不幸 这是专注一曲 第八个 第九个是等词 等词是什么境界呢 就是 这个专注一曲 心里面还是要注意的 才能够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明静而注的 这个到了等词的时候 心里面不需要特别注意 它很自然的就是明静而注 所以这个时候叫做等词 这是这个 由内注到等词 一共有九个次第 这九个次第 在这个禅定 在这个禅定上看 这是预计定 这叫做预计定 这个预计定 这个预计定 这句话怎么讲呢 你心里面 虽然有这种境界啊 你可以坐二十小时 男子可以坐七天 但是你还是有欲的 还有这个男女之欲 你还是有 当然是比一般轻 不是那么重 你还不能够跳出去这个欲 虽然有这个定 你还不能跳出去这个欲 所以叫做预计定 那么 我们这个九星座 这个预计定 大概这样介绍这件事 这个 这个我们发心静坐的人呢 当然都是 欢喜有成就 欢喜能够得到预计定 进一步得到禅定 这一定有这样的愿望 才肯这样不怕辛苦 来学这个禅定 但是啊 其中有一个条件呢 你要受三百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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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五戒要清净 要清净的 要清净的 如果你要 你不守这个五戒 你一定很难得到 你得到了也会破坏 也会被破坏了 所以啊 戒定灰 这个戒能帮助你得定 你要没有戒你 就能破坏你的定 所以这种事情 这是说这个预计定 这个预计定啊 得到等持这个时候啊 静坐是身体感觉到有药无敌样 不感觉到有两百磅那么重 感觉 这个走路的时候非常轻 这个脉步的时候 不能腿感觉轻 就走上坡路它也是感觉轻 它不是要飞 但是感觉轻 就是身体坐在那里 有药无敌的样子 这个身体能够有这样的感觉 心里面呢 一念不生 有这种境界啊 这时候叫做预计定 这时候这个人呢 就会有一些 不仅不是神通嘛 就是有一些灵感 有多少灵感 有这种灵感 怎么叫灵感呢 就是今天天空里面没有云 但是他早上静坐的时候感觉 今天要下雨 并不是神通 他就是有这个感觉 或者早上静坐的时候 忽然想今天呢 午后母母也会来 并没有通电话 但是他没有什么消息 但是心里面就会有这些灵感 这灵感不一定灵 可是有时候是灵感 不是神通 不是神通 就是大家对面谈话 就是对方没有说话 但是你就知道了 他要说什么话 不是神通 因为我们呢 平常人 这个人有神通 那也有神通 不是 这个字用的不准确 这就是有一点灵感 不是神通 这个 这个 再到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继续精进的静坐 还是要精进 现在就不行 所以我一天呢 我可以做七天 七天以后就不做了 不做这个定就会退下来 就没有了 就会没有了 那么你继续精进呢 就会再进步 进步嘛 就可能得到这个 味道地定了 叫味道地定 味道地定的时候的境界呢 大概的说呢 有两个相貌 有两个相貌 一个相貌呢 就是 这个身体关键没有了 在预计定的时候 在这个等时的时候 身体还是有啊 有要无的啊 到了味道地定啊 这样精进地做的时候呢 亏念就是没有这个身体的 不感觉有身体的存在啊 但是知道身体没有 那支还在 那个支还在 支在你那么正好是 这个白杖禅师说那句话 是灵光毒药 君脱根尘 正好是可以形容这件事 就是一念灵明的心啊 明定耳入 其他一切话都是空无所有了 是那个进步 那么这是一个相貌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这样 有的时候又有了 身体还是有 这是一个相貌 第二个相貌呢 其实有清安乐了 有快乐 有快乐 有快乐这个 这件事啊 哪一个人也说一样啊 有些人从头部开始 赶紧头上重 轻重的重 但是这个重啊 不是苦恼的重 这个重的感觉 一出现的时候 全身都快乐 都快乐 也可能在腰部 这个重也可能是在腰部 也可能是在腿上 不一定 也可能是感觉动 腰动的动 有动的感觉 别人看见它并没动 这个动的感觉 一来了的 身体就开始快乐 特别的快乐 这种清安乐出现了以后呢 这时候叫做 未到必定 也叫做禁分定 远禁的禁 分别的分头 禁分定 也叫禁分定 就是他和舍戒出山的相接近了 他不是舍戒出山的 但是他接近它了 他又超过了欲戒定 但是还没到舍戒定 就是在中间这个地方 这个欲戒 这个味道定定 这个时候 还是有欲 他还有男女之欲 还是有欲心的 也有称心 高慢心 这些反倒都有 但是轻微 不是那么重 很轻微 还是有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需要继续 努力静说 继续努力静说 就得出山了 得出山的时候 欲心没有了 没有欲心的 没有这个男女之欲的 而这个清安乐是更殊胜的 更殊胜 这个时候 这个定力 是高深的多了 由这个欲戒定 到味道地定 不容易成就 不容易成就 你为了很辛苦 也可能成就 也可能还没成就 但是你要 到了味道地定以后 去得出山就容易 得出山是困难的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读这个 这个 《袁英拉法师》的 《楞燕经》讲义 《楞燕经》讲义 其中有一段 那个 《袁英拉法师》讲的 那一段 他残残地经过 那就是得到味道地定了 他得到味道地定 但是他说 《楞燕经》 《楞燕经》 又把这个定死掉了 死掉了 这个运功修行 这件事 你进进退退的 就是这样子 但是 你再继续运功 他会回来 死掉了 不要 你再一半 还会回来 并不是说 一去一步 不管回来了 不是 还是能回来的 那么 这是得到了出山以后 这个定力是生了 定力是生了 定力生了以后 会怎么样呢 我们通常 说 人有神通这件事 就是要有禅的基础 才可以 你或者有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的基础 在这个禅上面去修神通 才能得神通 少数人得禅 同时就得神通 是少数人 多数人得了禅 还没有神通 还要在禅定里面 再修神通 才能得神通 不然是不能的 这个 得到了初禅的时候 是因为禅定 建固了很多 不像那个欲界定 和味道地定 容易破坏 你因为心里面 还有些 有欲 还是有欲 还是有称心的 假设一时的不谨慎 你同意吵一架 就可能就死掉了 就可能死掉 这就是容易破坏 难得而易失 得就很难的 死掉很容易 但是得到初禅 就不死掉 不容易破坏 也是可以破坏 但是不容易 所以得到禅 在我们佛教徒来说 修消圣道 得到禅是最理想的 是最好的 得到欲界定 和味道地定 虽然是好过没有 但是还不是太好 因为容易死掉 容易死掉 你费了千辛万苦 但是一时不谨慎 就会破坏 就没有了 所以智智大师在《十餐波罗蜜》里面说 你得到了一点禅的境界 得到了欲界定 味道地定 你要保密 不要宣言讲 不要宣言讲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你今天午前你宣言讲 今天午后都死掉了 死掉了 人说好 某某人得了禅 你自己心想我哪有禅 没有了 我已经没有了 变成大谎话了 所以不要向人说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你向人说了 因为很多人都是 对于有修行的人 都是愿意亲近 愿意同他接触 那么很多人一接触 向你接触 你没有时间静坐了 没有时间静坐 你得到的功夫也就没有了 所以不要向人说 不要向人说 向人说不是太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修一修一修 修一修一修一修